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菠萝甜不甜,看一眼这里就知道了 学会这个技巧,保准您日后挑选的菠萝又甜又多汁 春天到了,也是水果菠萝大量上市的季节 新甜多汁的口感,着实征服了无数吃货的味蕾 路过街边,看着商贩提前下好的菠萝 还没吃,光是看待诱人的色泽,就让人忍不住要咽口水了 虽然菠萝好吃又甜蜜,但在购买时,最怕就是购买到黑心的酸的菠萝 所以今天我特地整理了一番,将挑选菠萝的技巧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真的特别管用 首先技巧一,看颜色 通常,我们市场上看到的菠萝,其颜色一般都有全黄甚至深黄色的 黄中带绿的,全青的这三种 很多朋友就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如何挑选 一问老板,他肯定说,都甜,不甜不要钱 但买回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先来说说这全黄的 这种深黄色的菠萝,不要认为拿它成熟的很好 它是属于过度成熟的 有可能果心会发黑,且散发出淡淡的酒味 这种菠萝味道虽然很甜,但是果肉不够脆,有点绵软 吃起来也会有一股酒味 已经错过了最佳食用时期了 而这种黄中带绿的菠萝,则是属于最佳食用期的 水分足,口感脆甜 如果是购买回家就这两天使用的话 建议就挑选这种黄中带绿的菠萝,味道是最好的 其次就是这种全清的菠萝 看着新鲜,但是不够成熟的 果肉脆,但口感特别酸 甚至会有些硬 需要放置上四五天 待其变黄以后才好吃 如果你想要买回家闻闻香味再吃的话 可以买这种的 所以,想要菠萝口感最佳的话 一定要选择颜色黄中带绿的去购买 这样的菠萝成熟度刚刚好 其糖分呢会更足 口感吃起来呢也会更佳 技巧二,看果地 除了看颜色之外 我们还要看看菠萝底部的果地 它可是区分菠萝新部新鲜的关键部位 优质的菠萝 它的果地新鲜且微微干酵 但是没有发美发黑的现象 这就说明这是刚采摘不久 刚刚运输到的新鲜货物 这种菠萝汁水充足口味更好 反之,果地发美发黑的话 那就表明里面的养分呢 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水分也蒸发的差不多了 果肉绵软不说 其果肉在切开以后呢 也有可能是发黑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观察一下果地的大小 它也是菠萝的果心 是直通整个菠萝的 同样成熟度的菠萝 果地越大的话 就证明菠萝的果肉越薄 果地越小 就证明其果肉越厚 我们尽量选择 果地小的菠萝去购买 这样就能够吃到更多的果肉 购买回来那会更划算哦 技巧三 看菠萝的叶子 同个产地 同个品种的菠萝 叶子的长短呢 也能说明菠萝生长过程中 养分是否充足 也是判断甜度非常重要的一点 挑选时 要首选菠萝叶子 长得更加茂盛的 这样的叶子 代表菠萝的生长环境更好 生长得更加充分 经过日积月累 内部的营养更加充足 从而果肉的营养水分 自然也更高 口感也更好 更香甜 也就是说 叶子越长 说明生长得越好 相反 叶子短小稀疏的 就不宜购买 说明生长情况欠佳 这种菠萝吸收的养分较少 一看呢 就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这样的菠萝呢 口感不够甜 果肉呢 也不够饱满多汁 吃起来呢 也就差一些 跟着 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的果眼 什么是果眼呢 在菠萝皮上呢 我们会看到 一个又一个的小眼 这就是果眼 相同品种的菠萝 果眼约是稀松均匀的 说明生长过程中 受到的光照充足 因为菠萝呢 只有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下 才能更好的生长 这样的菠萝 光照充足 品质才好 含糖量呢 才会高 味道吃起来呢 也会更加的香甜多汁 相反的 如果菠萝果眼密集又细小 证明这个菠萝在生长的时候呢 没有得到充足的太阳照射 生长条件不佳 你会发现 通常这种果眼密集的菠萝 叶片呢 也会相对短小 这种菠萝往往呢 会非常的酸涩 买回家后呢 注定只能扔掉 不管你多么能吃酸 像这种菠萝的酸味呢 绝对可以酸掉你一口牙 买菠萝时 只要记住这四个小妙招 就能买到新鲜香甜又多汁的菠萝 您学会了吗 如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 吃上一块菠萝简直在合适不过了 酸酸甜甜的味道 嚼在嘴里可口多汁 独特的清香味在口齿间回荡 学会了赶紧去试试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分享完了 如果您看了 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专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每天呢 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